幼子猴玩具 哦,原来是因为猪妈妈有时需要出趟门 所以在丰富猪爸爸要负责好佩奇和乔治的午餐呢 这个时候猪妈妈走到了佩奇和乔治的身边说 孩子们,妈妈有时要出趟门 中午猪爸爸会煮好吃的给你们吃哦 佩奇对妈妈说 好的,妈妈,出门要记得安全哦 这个时候猪爸爸也走了过来 好了猪妈妈,你放心吧 赶快出门可别耽误了 于是猪妈妈便出了门 家里也就只剩下了猪爸爸佩奇还有乔治 猪爸爸,我们先看电视 你快去煮午餐吧 我和乔治都饿了 于是猪爸爸走向厨房 照着可以煮东西的材料 咦?猪爸爸就才发现 家里什么都没有 于是他走到佩奇和乔治面前说 孩子们,我现在要出去买食材 你们要在家乖乖等我回来 乔治说 好的爸爸,但是你要早点回来哦 我饿了 于是猪爸爸便开着车出去采购啦 到了超市,猪爸爸便推着推车去选食材 今天的食材看起来都不错 于是猪爸爸随意挑选了几样便开着车赶回家 到了家后,猪爸爸发现了佩奇和乔治都等在家门口 嗨爸爸,欢迎回来 孩子们,再等等,爸爸马上做饭 于是爸爸便提着菜篮去了厨房,开始做饭啦 开动了,孩子们 好的爸爸 哦,不,这里面下了我不爱吃的红萝卜 爸爸 爸爸,我也吃 我不要绿色的蔬菜 猪爸爸听完感到非常的没疚 才发现自己都不了解佩奇和乔治喜欢什么和不喜欢什么的 所以当吃完饭收拾了餐具后 猪爸爸独自坐在了门外难过 这时,猪妈妈回来了 哦,猪爸爸,你为什么一个人自在门口呢 猪爸爸看见猪妈妈回来了之后 开心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你终于回来了 发生了什么吗,猪爸爸 我才发现不了解孩子们 不,猪爸爸 我相信孩子们跟我一样 认为你是一个好爸爸 那么小朋友们 你们还记得佩奇和乔治不喜欢吃什么吗 感谢收看柚子和玩具 要记得关注我们哟 我们下期再见了